撕开蔬菜料理包 打开味噌酱 统统倒进碗里 再冲上热水 一碗热腾腾的蔬菜味噌汤 美味上桌 不过这款日本汤品 来到台湾却被下架 连锁超商架上空荡荡 找不到原先贩售的蔬菜味噌汤 原来这项产品 在日本是福岛地区生产 来到台湾 日本业者虽提出证明 是奇遇线生产 不过碗底却标上 代表福岛的SF代码 以及代表TK奇遇的代码 就怕两个产区会让民众产生疑虑 业者只好自行下架 产地代码民众搞不清 就连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江启川 也说自己成了受在乎 我女儿爱吃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卖片 还真的是立木献的 我已经吃了好几包了 网路遥传产地代码解读 K是福岛 OI是立木 F是福岗 Z是千叶 A是取码 W是耐辆 T是辞呈 不过这些其实都是错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 什么K啦OI啦KI 其实会因为每一家公司不同 每一家工厂不同 而它的代码所代表的意义 是不相同的 透过这英文字 再透过这个 顾佑记号的这个网站 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生产地是在哪边 想知道正确产地 还得从制造商和英文字 下手上网查询 而且每一家食品商 都有自己区分产地的代码 现在就连进口商也交集 查代码下架自爆 就怕民众吃下肚 产生食安疑虑 这次是王世函 台中报道